相违背 阿里亚知道佛陀是在鼓励她 放弃这种杀害众生的生活方式 而且还要培养她对众生的慈悲关怀 我的莲姿是莲花 是佛教的象征 我会努力的 不会辜负师父哈嘛 对我的期待 很棒 每个人的名字都藏着这个人的人生机遇 他们就像一种密码 借密码的过程 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 密码错误了 或是一时之间忘记密码 那么咱们记起我们的人生密码呢 这时候就需要静下心来 透过柴修可以修得智慧 等到这个时候 这一组密码自然就记起来了 并且可以顺利的打开我们人生的宝库 我只希望宝库打开来 里面有巧克力蛋糕 有布丁 有苹果胖 还有 还有 富光的肚子还真准时啊 来 就快到要时时间了 小林今天也留下来一起吧 好不好 是的 师傅 鸟 嘿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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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嘿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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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天开心 扒起充满 让我们一起 沉迪塔 才会动 买到我的口外摆摆头 买到我的口外摆摆手 买到我的手腕 flex flex penalties 拆摆我的手腕 flex flex venom 买到我的天外选择尖 伸伸我的肩来伸伸前 张开上手声呼吸 拍摊我的脚来开开脚 拍摊我的脚来开开脚 等到我的脚来蹲一蹲 等到我的脚来蹲一蹲 拥拥我的腰来扭一扭 拥拥我的腰来扭一扭 张开上手声呼吸 十方法切卫视 适合全家人观赏 小枫 你想说有没有人说话 你长得很可爱 当然有啊 师父小的时候 长长两颊都红彤彤的 很多大人看到我 都喜欢捏着我的脸说 你好可爱哦 大人怎么都这样 每次给家的李阿姨也是一样 每次都会捏人家的眼 很痛哎 呃 瓜 李阿姨是看你可爱 跟你开玩笑的啦 轻轻捏又不会痛 谁说不爱痛 很痛哎 下次你让他捏捏看都知道了 小枫 那你小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你很调皮啊 当然有啊 那个小男生都是这样的 尤其我们小时候 在寺院啊 几个小男生调皮捣蛋起来 师父也拿我们没办法 小父 你也会倒蛋呢 跟我一样哎 哦 师父 你小时候在寺院里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我好想听啊 我也要听 有趣的事很多呀 我们小时候 不像现在这样 有电视还有玩具 以前大环境中随手看得到 拿得起的都是玩具 记得夏天的时候 我的大师兄会带我们几个小矛头去西边玩水 那时候为了怕把衣服弄湿 回去被师父骂 师兄就会叫大家把衣服都脱下来 然后我跟另一个小朋友 就爬到树上去把衣服挂起来 大家就穿着一条内裤尽情的泼水在玩 当时真是太有趣了 你们就喝内裤了 好丢脸哦 这样都不看到屁股了 好害羞哦 这样屁股洋洋的 好笑也很好玩哦 到夏天的时候我去找灵牙虎 我们也要这样玩水 小安姐姐你要不要起来 我才不要了 我是女生不可以这样了 而且我也不想看你看灵牙虎的小屁股 你脸红哦 我哪有啊 你这脸红还说没有 脸红脸红 你还说你还说 师傅 你刚误光了 你再说 我今天就不说故事给你听了哦 不说了 不说了 要听故事吗 嗯 嗯 嗯 好了 手可以放下来了 我今天说一个听得懂小鸟说话的人的故事哦 在春秋时代的奇国 有一个人叫龚野长 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 就是啊 听得懂小鸟说话 他常常在独树妹的时候 坐在树下 静静的听树上的鸟儿说话 有的时候 他会听到麻雀在说别人的闲话 有的时候呢 是乌鸦们在吵架 他觉得有趣极了 因此常常在树下听着霧神 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好玩哦 我想要听那种小鸟 他们都说什么 这样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 有一天呢 龚野长准备做午饭 他发现女刚已经没有你了 正在苦恼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只喜鹊 听在窗外的树枝上说 龚野长 龚野长 后山有只大飞扬 你吃肉来我吃茶 龚野长听了半信半疑的 跟着喜鹊到了后山 这时果然发现 柳枝大飞扬受了伤 死在那 他高兴的对喜鹊说 哎 你真的没骗我哎 我一定把肠子留给你吃 可是龚野长把羊肉吃完之后 却忘了把肠子留给喜鹊吃 他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小心用 我跟野狼虎愿好要分享糖果 我们都有说到做到 不会没信用 你小丽说 没信用就没朋友 对啊 过了不久 喜鹊飞回来要吃肠子 他才想起这件事情来 可是呢 那些肠子早已经不见了 龚野长只好低声下气的向喜鹊道歉 但是喜鹊不理他 气呼呼的飞走了 龚野长也不怎么在意 慢慢的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不久之后冬天到了 也连下了好几天的大雪 有一天雪停了 龚野长突然听到有声音叫着 龚野长 龚野长 后山有只大肥羊 你吃肉来我吃茶 就是上次那一只会说话的小鸟啊 嗯 是啊 就是上次那只喜鹊在树上叫着 龚野长听得很高兴 他心想 这下又有得吃了 便急忙跟着喜鹊上山 可是这次躺着的却是一个冻死的人 龚野长知道被喜鹊骗了 非常的生气 可是喜鹊这个时候早已飞走了 他无可奈何 只好下山回家 那天下午忽然有两个衙门的人 到龚野长的家里把他抓走 衙门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被抓走 古代的衙门就像是现在的警察局 来抓他的人就是警察 因为他们怀疑那个冻死的人 跟他有关系 才会来抓他 嗯 原来啊 有人发现龚野长上山去又下了山 所以呢 县官认为死在山后的那个人 就是龚野长害的 龚野长虽然极力为自己解释 并且把喜鹊的事情告诉县官 可是呢 县官根本就不相信 他听得懂鸟说话 于是龚野长就这样被关了起来 龚野长知道 这件事情是喜鹊怀恨在心 故意要陷害他的 可是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让县官相信他的话 可以叫小鸟来 他跟小鸟说话 然后那个警察叔叔都听到了 就相信他说得坏了 有一天 龚野长听到一只麻雀对同伴说 哎 东门外的桥头 有一辆装满骨子的牛车翻了 骨子洒了满地 大家赶快去吃吧 龚野长听了 心里非常的高兴 他知道 这是洗刷自己冤屈最好的机会 于是 就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狱卓 请狱卓把这件事转告给县官 但县官仍然不相信龚野长的话 不过呢 还是派人到东门外去查看 果然发现 那里有一辆牛车翻了 骨子洒了满地 一大群麻雀 叽叽喳喳的在着鼓励 县官终于相信龚野长听得懂鸟语 回来之后 就重新仔细的调查 后山命案的休闲 果然发现龚野长的确是被冤枉的 于是呢 就让他回家了 所以是小鸟救了他一命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 人要有正知见 不要别人说什么 就相信什么 有时候因为自己不查的结果 是会害了一个人的野生的 是啊 但愿望别人的后果会很严重的哦 嗯 记不记得有一次啊 鸟丫虎愿望你 说是你去跟老师打小报告 才会害他被罚战的 那次啊 你们吵架吵得很凶 有好几天都不说话呢 你不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很伤心吗 我记得啊 那一次明明就不是我说的 他一定说是我说的 我也很生气 幸好老师有查明事情的经过 才还你一个清白 所以说事实很重要 正知正见 是做人处事的根本 也是佛弟子应该具备的条件 因为有正确的知见 才会有正确的行为 不看 在社会中 很多人因为别人明练是非 不信了贤师异端 而身受其害 佛教是正觉知的真理 深切了解佛法的意义 自然能具备正知正见 我们学佛法 要能明练是非善恶 否则就像是盲人们性一样 挪得出个真正的道理来 以后林安虎将是在这万物 我就要跟他说 你不要像毛龙摸像一样 你要是问清楚 你不是很喜欢柯南吗 你也可以跟柯南一样 自己找真相还自己清白 我还没那么厉害 古代大德说过 我真修到人 不见他人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个真正的修行者 学佛的人 绝对不会到处去说三道四 谈问别人的是非 就算是世间有德恨的人 也不会口出欲言伤人 更何况是我们学佛 信佛的人 更不可以人云亦云地跟着诽谤 我们凡事都要用智慧理智去判断 证明有食欲不赦的人 自然由国家法律去制裁 你们别忘了 除了世间的律法之外 佛教还有围陀菩萨和前人尊者 这两大护法尊神在里面 清除邪妙人道 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对耶 哦 还有啊 我知道英国关系 也是在劝世人不要做坏事 是啊 英国和报应就是最大的制裁者 正所谓 运法皆空 英国在其中啊 老和尚与小虾咪多出时间 早上六点半到七点 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 下午五点半到六点 晚上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凌晨三点半到四点 早上六点三点半到六点半到六点半到八点半到六点半 next 感谢大家对于老和尚与小沙妹的支持 或不有趣的剧情 江南董的经文生活化 浅显易懂 让佛的教诲实践在无形中 一个节目的完成需要有编剧 演员 录影 配音 后置剪接等人力 所需制作经费庞大 需要您的发心护持 让节目永续 法音永流传 只要您每天省下一杯饮料的钱 累积少钱 也可以转大法轮 话报账号 42274784 42274784 沪明十方法界基金会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人的梦 风吹起 天平寻falls丢落難回 手納סס快快上 我已经已经放了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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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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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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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因为分争日起 而将和随时 都发出了警讯 因此呢 大家共选一个能闲能之主 叫平等王 那么他呢 用怎么样来判别人的犯罪 的话来整事呢 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说的金文王的开始 那么这个平等王呢 他化地为老 让这一个犯罪的人 站在这一个 化地所化的 这个圆圈里面 那一直到最消 才可以出 那最怎么消呢 他必须要平等王 所化的这个僵密的 化地为老的这个圈圈 自然消失 他本能看才可以出 而不是由 一定是多少年月 必须要这个 所化的圆圈呢 他自然消失 才说你的罪已经累了 你才可以出牢 那么因此呢 这个福德荣生 人类人类的寿命就无一户加到八万岁 因为换戒的关系呢 慢慢呢 每一百年呢 共减一岁 所以简洁的开始 那么平等王呢 也是灵王出世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平等王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所说的田宅主啊 田宅的主人 其实是人类的一个部落的共住 这样的起源呢 都是把这个田宅主的平等王 把人民呢 视为如子如女 而人民对这个平等王 如父如女这样的互相亲爱 人睡长久 风乐无几 安静地说 世界初始 光明天人来下 各有生光 非行自在 既有地肥 既有香民 取失多则 既是神足 体重无光 日月死生 因贪食 故地肥 剪落 附生婆罗 这是今天所说的婆罗蜜 波罗蜂蜜 附生耿女 常识寻徐 朝歌陌生 时定女故 方芬难寻 女相行不进行 比变作家 女中难过 众生变作试炼 多许耿女 为一日时 乃至基俱 见之其 你随我格 怒不复生 因此 造作田中 亦为也 飙荡 于是 由于众生 而入他田 窃取于他道 变生权斗 众生 仅于智者 三魔多 为守田主 这是刚才所说的 平等王 平等 是什么意思呢 平等就是 他把 他的人民 都看着自己的殖民 而每个人民 把他当父母来看 于你 于我 都是平等的 顾名平等王 也就是后来的 差地利的 种姓 起源 非常的早 其次 其次 再由 舍家 入山 求道 远离恶法 为之婆罗门 如我们老子所说的道德经 如我能以孔子所说的 乳教 所谓天地 金钦师 本来一家行孝 如一家行人 率士皆行人 一家心恶 而率士 结为之心恶 那心恶 心善 心孝 心仁 都因圣人为由 那么 有家呢 就相当于 今天的哥罗门 其一日 自营 为之居士 也就是说 这个 世蒙工商 百家 这个 行业 那名字为 居士中 名为 废舍 那么各种 下建 道座 各种 下建 行业 必须要由下建来做 认为 这个 名为 守托 这个守托 名为 舰种 它是一种名称 至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那是因为 古代的神话 打当说是 从 阿伦们的 脚底下身 那么这样不是 永世不能出头呢 那么 到了如来出世的时候 就把它翻转 认为 一切众生 本来平等 是造业 不同的关系 而产生了 种性的差别 若无业种的 分别 若无上业 恶业的差别 则不略有费贵贫穷贵账之分 以悦为众生之分 如来出世的这个本怀 从众生的力气为确定一些众生之苦 让出世的如来的本怀 为了一切众生 恶业tro 因此以为 肯定一切众生之分 既然 愚otic 比丘以及比丘宁的出家恶众 那么这些沙门呢 其实在远古时代呢 在人类开天辟地的时候 至古已经有之了 就是说看到了夫妻住的居家之行 必有污秽之行 而家是劳育 而恩爱呢 是一切痛苦起源的开始 那深找法国呢 剃头出家呢 去寻求道 也是波罗门先 以及后来比丘的根本出处 那么这样的人生的起源呢 那么众生的每一种行业呢 各位也知道 它不只有是插地力 波罗门 肺色跟手脱 其实呢 士文工商呢 因为我们现在来说 三百六十行 行行 各有所等 那么这百家行业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呢 有这个 宗旨百家 那么这个百家呢 就是各种氏族的 它的分道扬镳 也和它四月 这个金轨 互不一样 那士文工商呢 互相差别 那么在士文工商里呢 其中是士啊 就是我们 中文所说的君子啊 对于我们的国家 社会 起了非常地重大的作用 也就是君子之大呢 既是天明 也是君明 君明呢 就是士者 就是身为国君的 这个子民 也就是 富有 传道解惑 授业的君子之道呢 这行人为本 那么 阐述啊 忠于君 这个姓于彭 和孝于 这个父母 而形体于兄弟呢 那么这些是君子 物本之道 那么若没有君子之道 也就是士大夫的 这个教化阶级 假如这个士大夫 染上了一个恶病 就是舔不知识 那么士大夫无耻呢 他们就会关系到 整个国家社会的 道德门盘 你君子之道 行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的 基本教育 也就是基本人权 他主要在于 防止人类本性上 所具有的兽性 防止他的兽性 而产阳 他的人性 所以君子行人 物本呢 要传道解惑的受业 传什么道 解什么惑呢 这是 就是 羞神齐家 治国平群下的 一贯之道 那么至于 根高尚的 比辱者 这样君子行人 来阐述 君臣 父父 君君臣臣 这样的根本 大道之外 比这个更高 而上之的 就是天道 也就是 道家 那么道家呢 对于天地 从一开始 一生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天地 万物 这个天道 对于 辱教还更有 不而上之 辱教最高的境界 就是 治良知 那么良知 来自于 他的良知不明 那么这 这在观看说 君子是 达到了 神明的境界 有比君子更高的境界 有 比君子更高的是什么 就是天明 就做天明 什么叫做天明 就做天的儿子 如今天 西方人所说的 上帝 怎样怎样 有一个全能 大能者 那么这个信仰 到了西方 两千多年前 那么对于西方的文明 大佐 产生了天的信仰的作用 可以说 对于西方文明的作用 产生了一个千古文明 中国义父有之 这是道德经 刚才说了 做天明 你做天明是什么意思呢 必须要做来一个 对于世争 而对于公民意义 众人皆前 而我独后 产生这样的思想 那么 怎么做这个天明 天的明 这是道德的基本人 也就是生来 就有天的道德 为天为大 而道德最大 那么道德产生了四种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天大 地大 在这个当中 天地 而云中的四大 而王 积齐一言 云就是在人中的做天明 做到道德通天 他自然是云 而不是统治天下 那个云 而是他的道通天 得佩地 那么 已经做天明 做到 全明 全天 全明就是什么 全明 就是 云的上面有一个人 就是全德之人 那么这样的天明 由天明 并由天王 那么在云中有四大 王 云 其 云 云 真的 道大 天大 地大 以及 王大 王是指道德 可以通天的意思 也就是 跟随 阿汉经 所说的 找 法 福 出家 剃除西法 作为沙门 其实沙门就是做天明的意思 是否达到道德通天 那在 今天的印度 他叫波罗门仙 就是仙道的意思 在生命的起源 我们必须还要来强调 也就是 当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无始无终的 那么来自于最初一定无始无云 并没有造者 也没有作者 也没有塑造者 这个当中一切中生来自于原始无云 也就是如来的 人 也就是如来的人 原原始力 什么意思呢 大家以为了 那若众生没有人造 那怎么会有众生呢 这很简单的 也就是说 众生是哪里来的呢 众生为了 最初 往本具的如来智慧格相里面 本具如来的种种因子 因为某一个错误的关系 叫心因暗相 就是对于 这个心里面的光明 与佛没有差别 但是因为心里悟相 就是在死之前的产生了一样的错误 叫最初一样如始 才叫众生 而本有佛心呢 今天叫做如来智 那如来智的另一半呢 叫做虚空 也就是星光大暗以后的结果 叫心因暗相 那么如果没有当初的心因暗相 就不然自然就不会有 今天的宇宙的虚空 那万言之 众生虽然一念无始无明 星光大暗 他还留下了这个虚空 那么这个虚空就是 与三合大地 一切众生同体不共的意识 同体共存的意识 那若众生行物 就是与虚空 如如宇宙 事件 因虚空而有 我们虚空能含 三合大地 如此呢 我们的心因本性的星光暗相 是心理错误的行为 它产生了与佛 佛光 普照的同体大名 是因为心因暗相 心所产生的错误 如 这个当 我们的行星走错了路的时候 那么其他的九大奇迹 就会互撞 互相毁灭 而一念无始无明的心因暗相 才留下现在的虚空 若有一间 星光大明 那么宇宙的虚空就不存在 那一天就是成活之时 那么众生既然与虚空同在 那么表示 宇宙间只要有虚空的存在 那么虚空呢 就广寒 不但是 世界三合大地 虚空当然是 寒无量无边的众生 此外 到底是虚空大 还是众生大呢 那各位要知道 那世界有境 则虚空无境 那若将虚空比众生 则虚空有境 而众生无境 以真的无境 所以众生与虚空同在 这虚空无边 众生就一定是无境 而无境的无境还包括无数 这众生不只是 它受命的这个 把灵魂的起源来自于非常的久远 它还代表了众生的数目 可这三个大地都磨成坟 而每一坟坟代表一个杀都可以算尽 因为宇宙众生的数字 绝对无名无数亦无量 绝对任何一个宇宙的算数 任何数学绝对算不出来 若算出来 绝对不叫做众生 各位法师 各位圣经讯 南无阿弥陀佛 顾持电视基金划播账号 22761480 22761480 宇宙众生的数字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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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播一年多来 深受佛教界 以及十方善性爱戴及支持 所制作的十方之歌 也受到观众热烈回响 并且踊跃护持 我们以感恩的心 在推出精心气化 护正法送好歌第二波的活动 十三首尖点歌曲 只送不卖 您护持节目制作经费 我们送您十方之歌系列 CD一片 一切永违法 永远观好意 一切永远观好意 一切永远观好意 一切永远观好意